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完了《假面女郎》了呢? 貌美從平凡的上班族最後成為了亡命之徒 其實整個故事既諷刺又有些黑暗 我已經看過漫畫了 覺得影集和漫畫的畫風有一些不同 上支影片我們大致解析了《假面女郎》中的6個角色 今天我們以劇中有意思的表現手法和細節 來聊聊《假面女郎》的編導為什麼想這樣說故事 也許你是第一次來到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專門製作影劇彩蛋和細節的解析 如果你對這些有興趣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讓我們一起追劇吧! 劇中貌美因為受到了刺激 而在酒後直播卻因此闖禍失去了理智的全裸出鏡 造成直播間被關閉 導演在訪問中曾說他認為這場戲是非常有必要的 確實如果只是想要表達出 貌美失去了理智有很多的方法 但我認為這裡貌美喝酒後脫去衣服 其實也在展現她極度渴望悲哀 過去貌美唯一引以為傲的就是她的魔鬼身材 如果只是單單一個想要諷刺看臉時代的故事的話 為什麼還需要給貌美這麼火辣的身材呢? 我覺得創作這個故事的作者們其實也在藉著 因為她在藉著理智下她也從來沒有把面具拿下 也更加凸顯出貌美內心深處最長的自卑 第二集在闡述物男生活時 有一個表現手法我很喜歡 就是仿佛攝影機在一個旋轉椅上 我們只能看到物男坐在電腦螢幕 隨著旋轉我們有能夠看見螢幕裡的假面女郎的直播 就這樣轉了兩圈三圈 物男、螢幕、物男、螢幕、物男、螢幕 這也更加凸顯出物男的生活 就是這樣日復一日 生活裡唯一值得記住的幸福時刻 彷彿也就只有看假面女郎的時間 會被物男記在心裡一樣 第二集中有個串聯的表現手法 那就是下班時會經過的看板 貌美在知道了幸儀的組長和別人有一腿後 哭著走回去 那時候經過了一個很大的看板 美麗的模特後面明顯是英文beauty 看板明明是賣著口紅 卻強調女性需要長得美麗的外表 這也是編導在呈現貌美內心渴望變美的心情 然而同個位置的看板 到了第二集時卻換成了撰戒廣告 上面則寫著你讓我完整 而當時物男正沈浸於組長和別人偷情 而貌美失戀的喜悅中 撰戒廣告也更加凸顯出 物男、渴望和貌美成為伴侶的心理 貌美意外的讓帥和尚受傷的劇情中 威威哥很喜歡的畫面 是血液從磁磚中緩緩流下來的畫面 讓人有一種不寒而栗感 其實我覺得導演在物男篇的敘事 都有一種恐怖片的感覺 開頭時物男和娃娃一起慶生 物男從娃娃那邊拿走了禮物的時候 導演刻意的刻寫在娃娃的手 因為禮物被抽走而微微顫抖著 這裡也不再說什麼娃娃也會害怕的感覺 就是一種驚悚感 而貌美在被物男趕回家後 曾在浴缸中樹立的睜開眼 雖然停在水面下的時間很短 但在影視中水下通常也有死亡的意味 對於當時的貌美來說 覺得自己殺了人 還是因為自己被嫌醜 加上前面失戀的打擊 大概也到了崩潰的邊緣 於她而言就是死路一條 而她從浴缸中起身後 對著鏡子時 臉卻開始融化了 而貌美一臉驚恐 我覺得 一是她對於這張臉 真的是到了極度厭惡的地步 二是象徵著她的某部分的自我 被這個世界摧毀了 下次我們再看到貌美 就是她整形了 我想這裡 臉龍化也是更加呈現出 她去整形的意思 對那時候的貌美來說 繼續頂著那張臉 生活是肯定活不下去的 於是整龍就成為了她唯一的活路 上集中我們有說到 金慶子的開頭介紹極短 只有兩句話 我覺得除了這個口白有意思外 更重要的是 當時配上的畫面是一張靜止不動 半黃的老照片 以影集來說 以照片來呈現可以說是很少見的手法 但彷彿也印證了 在金慶子的心裡 她的寶貝兒子的形象 一直都停留在那個乖巧聽話 和她住在一起的悟男 實際上我也覺得 金慶子在悟男死後 也未必是因為真的很愛很愛悟男 才這樣對假面女郎切而不捨 尤其在金慶子準備開始學習電腦時 卻刻意的遮住了兒子喜愛的夾娃娃娜幕 在漫畫中其實也展現出 金慶子對於兒子DIY的厭惡 也就導致了悟男對性有錯誤的認知 金慶子也更因此覺得悟男學壞了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兩人的關係才趨緩 而劇中的悟男雖然沒有被發現 卻也是在躲躲藏藏 彷彿自己的慾望是一種犯罪一樣 不敢讓母親看見 因此我覺得金慶子 其實也不全然的接受長大後的悟男 所以第三集開頭才會選擇用一張禁止的照片 去呈現出金慶子真正被殺害的 並不是那個有特殊喜好的悟男 而是那個乖巧的兒子罷了 而那個乖巧的兒子 就是金慶子一生的依托 人生中唯一的驕傲 因此即使貌美自首了 她的恨意也無法被消解 當然金慶子的復仇不只是因為兒子被殺害這麼簡單 在等春愛下班時 金慶子做夢夢見兒子在地洞中被殺害 畫面一轉兒子卻又坐在椅子上 質問金慶子是不是覺得他很丟臉 長得不帥又沒有考上醫學院 他死了他是不是很開心這樣 金慶子也許在悟男死的時候 真的有鬆一口氣的瞬間 但也因此讓他更加愧疚於 曾經這樣對他的寶貝兒子 過去對悟男的各種署弱 全都歸到自己身上 變成了枷鎖 讓他不得不去向貌美復仇 好證明他是真的愛著悟男的 所以金慶子的復仇 並不是因為愛 而是為了證明他愛著現在的悟男 也接受這樣不成才的兒子 純粹是為了證明 劇中貌美的母親養了非常多的狗狗 這點和漫畫中是一樣的 而漫畫中也有寫到 這些狗狗都是流浪狗 被貌美媽媽收養 這也能夠看出 貌美的媽媽其實是一個很有憐憫之心的人 但我也不禁聯想 會不會貌美就是撿回來的孩子 所以才會長得這麼不像媽媽 當然這個無論是漫畫中 還是影劇裡都沒有頭樓 純粹是一側而已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這些狗狗也展現了貌美的母親 並不像是貌美想的那麼冷酷無情 即使從貌美小時候上台跳舞 也能夠看出當時媽媽是支持她的 甚至因此拍下的錄影帶 一直都珍藏在家裡 就連搬家都沒有丟棄 也更能夠看出生女士 對貌美是疼愛的 美貌在知道了媽媽就是假面女男後 導演突然來了一個窗簾飛起 媽媽抱著小女孩 兩人臉上都戴著假面的畫面 甚至是媽媽臉上的面具沾滿了血 這幕很有意思 我覺得這也在說 當美貌知道了母親是假面女男後 你就必須承擔起是殺人犯女兒的命運 所以兩人都戴著面具 如今世人不會在乎他們長什麼樣子 是什麼樣的人性格好或壞 只會在乎他們一個是連續殺人魔 這個假面是世人暗上的 而美貌縱使是個孩子 也被迫戴上假面 隱藏真實的自己 才能夠保護自己免受於傷害 過往的天生單純一去不復返 從今往後他都必須為這個身份付出代價 縱使他明明很渴望擁有朋友親人 但他也不再膽敢奢求 因為對其他人而言 他就只是殺人犯的女兒 長大後的美貌對母親只殘留厭惡 甚至就連外婆說不想跟媽媽一樣 美貌卻說不准說她是我媽媽 甚至因此會對網路上漂亮的女生 留下惡意的留言 對母親的厭惡埋怨 其實也會讓美貌厭惡自己 這種親屬關係又愛又恨的情感其實很複雜 同時非常的痛苦 回顧女主角冒美的人生 她曾說就連她媽媽都不曾稱讚過她漂亮 我覺得家人真的是一個人 和這個社會互動的開端 也像是一面鏡子 家人如果從小就稱讚冒美 讓冒美有建立起自我的信心 可能也不至於被這個社會摧殘至此 就會有底氣想著至少有我的家人愛著我 其實同樣的道理在物男身上也可以應用 對物男來說 媽媽表面上以他為傲 卻又編織了謊言 彷彿再說物男是個讓人丟臉的兒子一樣 家人實際上是每一個人成長於社會中的盾牌 倘若連家人都不能給予這個人最基本的喜愛、信任 那也很容易讓這個人失去在這個社會中生活的底氣 而美貌也是因為是假面女郎的女兒 彷彿也幾乎要複製了母親的人生 開始對這個社會充滿埋怨 彷彿逐漸打開了美貌的新房 兩人在玩樂時從橋上走進了隧道 這個隧道在後面又再度的出現了一次 說明這個場景別有寓意 實際上隧道在影視中也往往象徵著重生的意涵 走過隧道人生將會迎來全新的面貌 然而在這個劇情中彷彿和美貌走進了隧道 卻沒有走出去的畫面 甚至最後在隧道中打了起來 我覺得這在說美貌本來可以因為憶春 改寫她的人生劇本 試著想一下 憶春和美貌真的一直友好下去 也許美貌就不會持續的怨天遊人 不會再認為全世界都不喜歡自己 也不需要去辣潮年糕的阿嬤那裡 她也可以放下全身上下的刺 更友好的跟周圍人相處 漸漸的得到更多的愛 和認同自己的機會 然而金慶子的軌跡卻讓憶春和美貌在隧道中打了起來 也變相在說美貌其實本來可以因為憶春展開全新的人生 但卻因為假面女郎的女兒這個自卑感 讓美貌吃吃無法獲得新生 貌美自首審判的劇情都很快就交代過去了 但卻在車上時 有個行為我第一次看時就覺得 嗯?有點奇怪 明明應該是心如死碎的貌美 卻在窗戶上喝氣 並且畫出了愛心 這個行為有點孩子氣 劇中的貌美和漫畫中不一樣的點也是在於 她是自首的 這也說明了貌美不再渴望了五光十色的世界 和世人們的認同 那她的自首是為了什麼呢? 我覺得窗戶上的愛心也許也就說明了是因為愛 她的女兒還要在這個世界上立足生活 她不願意讓女兒在黑暗中長大 所以即便有很多不情願 也還是把美貌交給了媽媽撫養 而貌美也就帶著她僅存的愛去坐牢了 打算就這樣度過一生 第六集中 貌美因為桃獄而被關緊逼 在拿到一本聖經之後 導演卻接了一顆水泥牆中 長出含苞待放的植物 下次我們再見到她開花時 便是在大佬通知貌美可以捐身的時候 就算在夾縫中也能夠開出花 說明著在困難的情況中生存 也能夠燦爛開花 其實也在說貌美的人生 一直都像是在夾縫中生存 直到這個幻聖的時候開花 其實也在說貌美的人生走到了最燦爛的時刻 一直以來她都迷思自我的在追求美貌 直到入獄前 頂剩下的念想就是她的女兒 而她逃遇出去拯救女兒 於她而言未曾不是人生中最燦爛的時刻 雖然一直渴望被愛 到最後卻可以用力的去愛人 也是一種反過來愛自己的方式吧 所以我想貌美就算死了也沒有遺憾 好了以上就是這部劇的12個情節 不知道大家有注意到嗎 喜歡我的解析別忘了按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讓我可以邁向10萬訂閱吧 我是竹林 我們下部劇見 掰掰